1 2 3 周立琴 江苏仁 英国海瑞瓦特学校工商管理措施 大家好 我是周立琴 今年34岁 毕业于英国海瑞瓦特大学NBA 想求职于一份办公室行政经理 或类似于后台支持管理的工作 希望工作地点在上海或周边地区或北京 谢谢大家 你好 欢迎周立琴 本科毕业是哪年 我是专科毕业 专科毕业 在99年 99年 99年然后就工作了 对 是一家保险公司的内勤 一家合资保险公司 做了五年 做了五年 那就干到04年去了英国 当时为什么想到去英国了 是因为家庭的原因 是和我的先生一起去的英国 一起去的英国 对 就是你是陪读 还是陪着去工作 不 他是当地的华人 他是当地的华人 对 认识了 对 结婚了 就跟着他去了英国 对 那到了这个英国之后 怎么想到这个 去海瑞瓦特 这个 其实当时我是想去直接找工作的 但是发觉到了英国以后 如果你没有当地的工作 或学习经历的话 很难找到一份非常正式的工作 除非你是打那种麦当劳林工 但是我当时也不太愿意做这样的工作 所以无奈之下 我选择了再去读书 先去读书 拿到了这个MBA的学位了 对 该工作了 对 然后我找的第一份工作 是在英国的一家 大型的连锁超市 然后是他的总部 刚进去的时候 是一个非常基础的工作 是电子销售系统的行政助理 然后做了大概到五个月的时候 然后老板破格升我为行政部门的主管 原因是因为我当时对他这个系统和产品的了解 比其他的员工 工作一到两年的员工都非常熟悉 比他们熟悉 所以正好当时 正好要我们的电子销售系统要更新升级 全部要换掉 然后我破格升了部门主管 然后做了这个项目经理 你怎么又回来了 回来是因为当时我和先生觉得 我们俩应该有孩子想往国内发展 哪年的时候 2009年底的时候 当时的大计划是我先回去 然后找到工作稳定了以后 他再回来 但是在去年四五月份的时候 就你回来之后找工作来吗 找到了 找了 是份什么工作 是一份非盈利的一份协会里的工作 也是做行政 做副秘书长 这个协会是在香港的 所有上海分公司的一切事务 都是由我来统筹和负责 我明白了 其实还是偏行政 对吧 然后呢 然后在去年四五月份的时候 他跟我提出离婚 哇 就是你回来了 找了份工作了 他人没回来 还在英国呢 对 然后他决定不回来 他决定不回来了 对 他是 已经有了 这项了 导火线是因为这 但是我相信 之前肯定我自己 在这个九年的感情生活里 也不是做得特别好 你们现在离了吗 再离中间 再离中 再离中 就是肯定复合不了了 肯定复合不了了 所以好 那行 既然复合不了了 咱就把它翻过去 好 就当那个男的 不存在 来聊这事吗 现在咱们是福利 出来找工作就好了 是吧 回到国内 现在要找的一份工作 仍然是偏行政的 偏行政管理 偏行政管理的 你心里面对薪金 是有比较高的要求 对不对 相对来说 会有一定的要求 多少 不能低于多少 其实我来之前 问过自己 我个人希望是 可以有到税后八千 但 自己如果最低的话 希望能够达到 年薪十万以上 年薪十万以上 税后八千 好 小刚问一个问题 你一直特别明确说 自己要做 一个后台的工作 为什么 你觉得你的哪些特质 特别适合做这个 而且能够发挥 我自己 那么多年 从业经历下来 我个人觉得 我自己稳定性比较强 然后比较可以信赖 当老板交给我 工作的时候 我如果只要 我答应的话 我会尽力去完成它 另外 进入工作状态 特别快 我会 第一考虑到的是 老板需要什么 我会去 把这个给做到 但是呢 我为什么 我不适合做目前的呢 是因为我觉得 我自己个人应变能力 还不够 然后原则性非常强 同时也是说明 我的变通能力 还不够 好 周立琴的状况 是这样的 因为本身 是一个有故事的人 而且 本身又是一个挺 你是一个挺实事求是的人 对 他有他成熟的自信 对 他会把自己的问题 都先坦言在大家面前 其实某种程度上 这也叫低起点理论嘛 对不对 来各位 先不着急 继续提问和评论了 第一印象 来做出你们的判断 周立琴 适去 适流 选择 来 天地中文 请问您的问题就是 因为你做行政管理的工作 现在的工作经验 都不是在国内 国内的情况 现在估计不太了解 你有没有预计过 比如说你在国内做行政管理 你认为你会碰到的最大的障碍 或者你很难掌控的 一种状态是什么 我先解释一下 我最后一份工作 其实就在上海分公司 所以他应该是属于国内的经验 然后其实我在中间 也遇到过一些问题 比如说 其实我觉得 当然在座的不要介意 我说的是 特别是8090后的一些孩子 和我们的想法 会有一些不一样 在他和他们在交流沟通的时候 我特别愿意去听他们的想法 因为他们的想法会给你 注入很多你自己新的一些想法以后 带给你一些新的idea 或者不要一些东西 但同时 他们会让你感觉到有一些 他们会带给我一定的压力 丽琪我想问一下 你算好玩的人吗 如果分 我是工作和生活中 特别分的特别开的人 工作中我就是一个特别严谨 特别追求细节的人 在生活中 我是一个非常马达汉的人 在工作中 你是不太讲人情啊 通融啊 然后 看 如果是工作中 不需要讲人情的时候 我必然不会去讲人情和通融这些东西 因为我自己承认 自己是一个原则性非常强的人 你能举个例子吗 对 举个例子 来说明自己的不通融 好吧 我可以举一个例子 顺便也可以把我的管理能力 什么一起可以放进去 好好好 我记得有一次在英国 有我们的电经理 那个超市电经理打电话给我 他们说他们送货送错了 但是找不到老板 希望我能够做一个决定 因为我知道老板在哪里 但是老板不让我告诉他们在哪里 是这么一个决定 然后我当时送错货的时候 我就第一 我打电话给电经理去了解 这个货的送货率 还有它的卖的周期率 了解了以后 我打电话就告诉他们说 把这个货卸二分之一下来 另外二分之一退回去 因为那个货已经在货架上没有了 你必须要把它放到货架上卖 虽然它没有原来的产品 是替代品 但是总比没有的好 所以我放了二分之一的产品去卖 第二步我是打电话给供应商 打给供应商以后 我告诉他们他们发错货了 必须在三天之内送到 另外这个二分之一的货 我说如果没有卖出去的话 你们必须全部都搬走 然后当时他们也不愿意 不愿意的时候 给到我一个折扣 就是非常低的折扣 把这二分之一的货 让我们拿下 然后就是因为这个 我给他们当时 那个店里面做了一个促销 做了一个促销 就是把这个货 比原来卖的好 而且还把原来的 就是那个新的替代品的产品 也一起带动起来 所有的这些决定都是你做的 当时都是我做的 因为其实这个决定是 如果做不好 所有的责任都是由我来担的 因为店经理不愿意 承担这个责任 所以当时他来问我 好 明白了 之前说的那些破格提升 跟这有关系吗 这个是我提升以后的决定 这个求职者就是特别典型的 开始的时候 也许没有给大家 留下特别深刻的 以前他一点一点的 给老板们精神 一点一点让自己的 这个砝码变重 一点一点让自己的身家 再往上涨 可能今天求职成功的 胜算很大 其实我也很喜欢你 博士团新成员罗兰 华夏视听环球传媒副总裁 该公司致力于影视剧投资 制作发行 广告代理等 并拥有全天播出的北美华语频道 华夏电视台 因为你的气质很好 落落大方 而且刚才举例中呢 应变能力也很强 所以我觉得你非常适合做总裁助理 我们恰巧也有这样的职位 我就是想问一下 在你的理解中 你在国内如果做总裁助理的话 你需要做哪些方面的工作 你要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在某些方面来说 其实总裁助理和管家的 他的需要的职能是差不多 首先他的组织能力 他的计划能力 时间安排能力 包括他所有的统筹安排能力 都需要具备 然后还有协调和沟通能力 好 来吧 现在到了 因为只有一位离开 现在就到了我们11位选择的时候了 一会儿 我想能再补充一点吗 我在来之前 因为今天有很多新的企业 我在之前的时候 我把以前 因为我花了两周的时间 把所有的非尼莫语频 全都看了一遍 然后把很多老板的特点 都自己总结了一下 比如说我觉得 慕言慕总 就是一个内心非常强大 然后特别开得起玩笑 但是同心过重的一个老总 同心过重 同心过重 就是不靠谱 比较容易一人设稿 是 石小燕小姐 我觉得石总 她是真的就是嘴意心软的 对 干了好事不当好人 我早就说过 但是她可能在工作中的话 会有一点委屈 但是我觉得内心会非常感动的 因为我觉得和石总 如果一起工作的话 会受到很多照顾 哎呀 小燕 终于来了一个懂你的吧 谢谢 她说得很对 说得非常 然后我觉得杜总是 特别是内敛 成熟稳重的 但是对其实岗位的要求特别高 虽然我很喜欢你的企业 但是我发觉 其实你只招过两个岗位 一个是课程销售培训 课程销售 还有一个是培训师 但这两个职位 似乎都不太适合我 好 来 很遗憾 来 姚静波 我觉得姚总是 特别感性 对 然后 常年在那个座位上睡觉 在那个 他默默不语 其实是表面 他其实是一个 非常感性的一个人 然后通常容易 受到外界的一些影响 会特别容易感动 比如说像有一场里面的 李明晓 那个优秀硕士毕业生 一下子给到十万点心 当时我就会觉得有些质疑 好的 就是是一个容易被刺激的 容易被刺激 然后容易被外界干扰 干扰 然后我觉得 李光小姐 李总是特别温婉 然后是内心也非常强大 温柔善良的一个 然后我特别像你一样 然后是带人处事 能够像到做到你这样 能够非常忍惊沉着 好 来 何马 刘贵普 一针见血 但我其实挺怕她的 好 你就不用评价我了 多会沟通 我跟你说 我要通过周立琴 说一句话 谁说 我不喜欢 从外国回来的女的呢 来吧 第一位二次选择 杜贵离开 沐妍离开 江亚离开 小川为什么离开了 其实我这个一开始来 是说这个MBA国外背景 我并不是特别觉得感觉良好 但在沟通的时候 我真的是非常的喜欢 但我实在是发现 我没有这么一个岗位 想了很半天 是吧 创造一个岗位出来 好好好 不要创造岗位 不要创造岗位 再多的喜欢 个人喜欢怎么都没问题 但是不要创造岗位 来 童心 因为我也是特别喜欢 你觉得特别职业 但是呢 你刚才那句话提醒我了 我觉得我可能也是有 创造岗位的嫌疑 所以我觉得还是灭灯比较好 刚被人说了 童心泛滥之后 如果还没有点自省的话 还是人吗 来 现在有 三 四 五 六 七位 留了下来 听一听 七家企业给设置的岗位 我们公司呢 是一家传媒公司 以电视剧的制作和发行为主 提供的岗位 就是总裁助理这个职位 好 华夏视听环球传媒的总裁助理 小燕 伊利诺一 那我们其实特别缺一位理性的 人事 人 人资行政经理 因为我现在有总监了 所以他的职位可以是副总监 也可以是经理 好的 第三位 蔡小光 是西西公主 内衣 我给你提供的岗位呢 是总裁助理 就应该是我的助理 但是我要提醒你一下 在我身边工作的压力非常大 来 五八同城 我给你提供的岗位是我们行政部的这个经理 行政部 咖啡之一 我特别欣赏 甘心做人 理性做事的人 我觉得未来你可以做到总裁助理 但是现在我会提供给你的机会是 行政总监助理 我希望从这个角色你能更快的了解这个行业 未来在非常稳健的在这个行业上发展 好 行政 你原来的工作也跟这个有一些相关的东西 好 行政总监助理 接下来 阮小静 是女刊 受美人 我们给你提供的职位也是总裁特别助理这样的一个职位 工作的可能大部分时间都会在成都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 因为我们总部在成都 不知道你会 你可以不说接受不接受 不接受 咱上去就灭他 好 来 绿美优品 这样 我提供的不是总裁助理 因为陈欧已经有助理了 但陈欧最近为什么没来的把自己扔仓库里去了 物流老出问题 他在这里解决物流问题 终于迎来了这一天 灰头土脸的 然后为什么物流会出问题呢 因为发展太快了 现在呢 你做过以前的超市和货架 我们的一个合伙人在做这方面的工作 但事物过于细碎 你做过超市很明白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合伙人的一个督导 或者一个助理 如果单独称这个职位叫督导 也可以称之为合伙人助理 是专门管理我们的 在全国的三个仓库和物流配送 好 他这个职位是一个偏向于仓库协调的这么一份职位 其他的全都是助理职位 李勤走上前去 把其中的五盏灯灭掉 再见 再见 仓库工作 谢谢 我非常喜欢你 不好意思 我没法接受 再见 小敬 宋美人 谢谢 不好意思 我对影视行业还是不太感觉 再见 一风 谢谢 谢谢 吃总不好意思 再见 小业 不好意思 再见 谢谢工作 所以邵刚 他难道不是一个极端理性的人吗 他是一个极端理性的人 我什么时候说他不理性了 因为人家很理性 所以人家做出来很理性的判断 你急什么呀 那不第一个就把你灭了吗 我跟你说 当有的企业第一个被灭了之后 还提出他难道不理性吗 这样的问题 就是没事找抽行 两家企业留了下来 分别是华夏视听环球传媒和58同城 谈钱不商量 以前没有做过这个总裁助理 所以但是考虑到你在国外这个工作的背景 我们基本工资在八千 是税前的 税前的 然后有一个月的试用期 姚总您这边的薪资待遇是 58同城是一个在全国有几千个员工的一个企业 所以我们对行政工作也是非常重视 我们提供的这个薪资也是八千 试用期的时候八千还是 试用后也是 试用期就八千 像你这么长的经验 我们不会再去做什么变化 现在可以选择了 15秒钟的思考 告诉我们 你的选择是华夏视听 还是58同城 还是选择说 谢谢再见 谢谢 我选择花枪故事 好 就ных snare 嘞 客 咱 稍 gli 搞 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